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来讲第七章线线变换 线线变换 我们也是在两个向量空间之间做了一个映射 这个映射是在V和W 这个都是F上的向量空间 那么F上向量空间如果我有一个映射 F是V到W的一个映射 那么这个映射满足这样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就是F C加Ε等于F加C加上FΕ 这个Ε和Ε是取自于V中的任何向量 第二个呢是FA加C等于A乘上F加C 那么这个A呢是个数 然后C加C是取自于V中的向量 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称F是V到W的一个线性映射 大家注意呢 我们看了这个线性映射的定义以后啊 那个发现的是这两条呢 其实我们还是蛮熟悉的 我们在前边呢曾经设计到过 在哪里头呢 就是在V到W的那个同构映射的时候 我们讲同构的时候啊 那么那个同构映射呢 它是满足了三条 第一条呢它是一映射 第二条就是这个 第三条呢是这个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线性映射啊 我们这个线性映射呢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呃 在我们那个同构映射的基础上而来的 那么那个同构呢 比我们这个线性映射啊 多了一个条件 就是它得是一一的 那我们这里面呢 不要求F是一一的了啊 所以一一的呢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啊 呃它又得是满射 又得是单射 那我们这里边呢 不要求它是满的 也不要求它是单的啊 啊 就只要求呢 它满足这样两个条件 就可以了啊 那么大家注意呢 我们现在要是不满 又不单的话 那我们现在啊 其实呢 就有就这两个东西 大家要注意的啊 第一个是W中 比如说我取它一个阿尔法 啊 它可不一定啊 有原相 啊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在W中取两个啊 啊 可C和A 如果他们两个不相等的时候 那我们原来的重构里边呢 如果可C和A的不相等 他们的像也一定不相等 这就单摄来的 但这里边呢 如果可C和A的不一样 我们仍然可能会有啊 F可C等于FH 啊 这个是可能成立的 啊 这是因为它不是一一映射啊 那么来决定的 这样有这样两条东西 大家要注意的啊 就是W中的这个向量 不一定在有原相 另外V里边的啊 不同的这个向量 可能会有相同的相 啊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 啊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线性变换啊 我们来举一些例子 啊 这些例子呢 在我们书上都有 我们就不在 我们这个 把黑板上再写了啊 啊 那来 我们翻开书来看一看 第一个啊 264 这些字也啊 啊 R2 R2的每一个向量可C X1啊 等于X1 X2 我们定义一个 呃 Sigma可C 啊 我们书上的这个线性变换呢 它喜欢用的是 线性映射啊 它喜欢用的字母啊 是Sigma T 啊 等等的啊 就是不写F和G了 因为这是 这个 因为它比较特殊啊 它是一种变换 哎 那么为了W的这个映射呢 那么用 我们现在啊 线性映射 我们用Sigma和T 等等来表示 那我看呢 这个Sigma可C呢 把定义成是 呃 在R3里头了啊 是X1 X1-X2 X1加X2 啊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Sigma啊 是从R2到R3的了 那么R2呢 是二维的 R3呢 是三维的 于是我们明显的 我们知道这个Sigma呢 不可能是个同构映射 因为我们当时 当时讲同构映射的时候呢 那么一定是两个空间的 为数得是一样 啊 那我们现在呢 看他说呢 Sigma 呃 是R2到R3的一个映射 呃 为什么说它是个映射呢 因为像 就是给了一个可C以后啊 它的像是唯一确定的 那么呢 根据这定义呢 明显可以感觉到 它是唯一的 它现在要证明呢 Sigma是一个线性映射 它的线性映射呢 那就是 根据定义呢 来证明这两条啊 来证明这两条就行了 那么这两条呢 第一条 它说的是可C X1-X2 A是Y1-Y2 是R2的任意两个项量 然后它算一个 Sigma可C加A 那么这个运算过程呢 大家回去自己看一看 它最后呢 等于Sigma可C加Sigma 然后呢 第二条 它算Sigma A可C Sigma A可C的时候呢 最后呢 结果呢 它等于A乘Sigma可C 这个都是很容易看懂的 于是呢 Sigma呢 现在就成了R2到R3的 一个显形映射 呃 第二 啊 第二呢 这个如果大家学过摄影的呢 那我们就看一看 如果没有学过摄影 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啊 我们大致看看 令H是V3中 经过圆点的一个平面 那么对于V3的 每一个向量可C 令Sigma可C 表示向量可C 在平面H上的正摄影 根据摄影的性质 我们知道这个Sigma 是个显形映射 也就是说呢 它满足这个定义里边的 一二两条啊 呃 如果大家没有学过摄影呢 这个这个例子 可就看过明白了 那我们不管它了 第三个例子呢 令A是属于F上的一个M乘N矩阵 M行N列的啊 对一个N元列空间 FN的每一个向量可C 它规定了这个Sigma可C呢 等于A可C 好 大家注意这个规定啊 Sigma可C等于A可C呢 这个 这种形式啊 我们以后啊 经常要使 当然呢 我们还不限制在矩阵与N元列空间 对于一般的向量空间呢 我们都可以显成这个样子 呃 那怎么个写法 我们这个将来呢 再来讨论 我现在只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形式啊 Sigma可C等于A可C 那么Sigma可C呢 是一个M乘1的矩阵啊 因为A是M乘N的 呃 可C是N乘1的 所以最后呢 得到的是M乘1的矩阵 也就是空间FM的一个向量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个映射啊 它就是从 从FN到FM的一个映射 于是呢 我们明显的啊 可以感觉到 当N和M不相等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映射也不可能是一个同构映射 所以大家注意呢 这个同构映射和这线性映射啊 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啊 根据矩阵算的性质 一正Sigma是一个映射啊 因为A可C呢 是唯一确定的啊 并且我们有这个Sigma可C加A 它可以推出它是呃 根据那个定义啊 是A乘上可C加A 就再根据矩阵的运算 它是A可C加上AA 那就Sigma可C加Sigma 这是性质 定义里边的第一条 那那下边呢 它是写的第二条 啊 根据这矩阵的性质啊 它显然是对的 然后翻过来呢 看266页 例四令V和W是数以F上向量空间 对于V的每一个向量可C 令W的零向量与它对应啊 令零向量与它对应 容易看出这是V到W的一个线性映射 叫做零映射啊 那么这种映射呢 大家注意呢 它首先啊 就是这刚才那种对应呢 它肯定是个映射 因为向是唯一确定的 都是零 那么这条显然对 因为这个是零啊 零就等于零加零 肯定对 这是零等于A乘上零 所以这两条是显然满足的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个线性映射 对映射呢 叫做一个零映射 例五 令V是数于F上的一个向量空间 取定F的一个数K 对于任何的可C属于V 定义Sigma可C等于K可C 容易验证Sigma是V到自身的一个线性映射 这样的一个线性映射呢 叫做V的一个位置 那么验证它的线性映射呢 也是根据定义里边的这两条啊 这个相当容易 那么为什么把它呢 叫做一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几何里边的学位置的时候啊 它其实呢 就是能够找到某一点 比如说啊 比如说呢 一个 这有一个正三角形 然后呢 这又有一个正三角形 就是放大一点 又转换一下 所以这个呢 它就不叫做位置 那位置呢 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才叫做位置 这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点 我把它连起来延长 比如说取二倍 这个延长取二倍 连起来 连起来以后呢 延长取它二倍 然后呢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三角形连起来 那么这个三角形 也是正三角形 这也是个正三角形 这有一个中心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呢 叫做位置 就是说 把它们对应的边 对应点连起来以后啊 它交到同一个点上的去 那么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应边呢 它是平行的 那么不是正三角形的 其他三角形 你也可以这样定义一个位置 就是一定要从某一点 相当于它发出一个光似的 这是个光源 这边呢 有些光线射出来了 然后在这里边呢 取对应的 平行的这个位置 就是对应边都平行的 这样的话呢 这样两个图形呢 就叫做位置 那么这个Sigma等于 Sigma可C等于K可C呢 相当于这个位置的这个中心 这叫位置中心 就这一点在原点的 这么一个位置 特别的啊 取K等于E 那么对于每一个可C 属于V Sigma可C都等于可C 那么这个呢 就叫做横等映射 这是Sigma 就是V到V的横等映射 那么这个横等映射呢 在我们这里边呢 喜欢把它叫做单位映射 那么大家现在啊 现在对这个单位映射啊 可能还没有什么印象 就是它干嘛叫单位映射呢 说叫横等映射多好呢 那么它为什么叫做单位映射 我们将来呃 马上就能够体会得到啊 就是它为什么叫做单位映射 如果起K等于零 起K等于零的时候呢 呃 那么那K可C就都成零了 那么它就是 我们在例子里面说的这个零映射 啊 例六 取定F的一个N元数列 A1到AN啊 对于FN的每一个向量可C 我们来规定Sigma可C 是AEXE加ARXE 这加到ANXN 这个呢 当然是在F里头的 容易验证Sigma是一个线性映射 啊 也是根据那两条 大家先往这写一写就行了 啊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线性 这个我们又把它呢 叫做FN上的一个线性型 啊 所以线性型呢 就是一次的 我们来看呢 我们解线性方程组的时候呢 那么对于这个位置量的这个次数啊 一定全都是一次的 所以呢 它是 我们一般呢 叫它是个线性啊 呃 我们将来呢 还会碰到二次的 二次的时候呢 那就叫二次型啊 一次的就是这个线性型 啊 下一个例子是 对于FX的每一个多项式FX 令它的导数与它对应 根据导数的基本性质 这样定义的映射 是FX到自身的一个线性映射 而这个导数 我们来看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呢 它对FX来说啊 那么一个多项式的导数 仍然是多项式啊 这我们在这个微积分里边呢 也应该能够学得到啊 一个导数的话 一个多项式的导数 还是多项式 另外呢 看这是 现在可质和A的都成多项式了 那核的导数就是导数的核 这是我们导数的性质 那么A乘可质 这个导数 我们这个常数啊 就导数的时候 常数可以拿出来啊 变成A乘F可质 我们把它呢 这个符号翻译一下 其实就是A可质 这可质是个函数了啊 是个多项式 它的导数就等于A乘上可质的导数 那么这个就是I 就是我们的Sigma A可质 对就是A乘上Sigma 可质 那么这两条性质呢 也是对的啊 所以呢 我们这样定义的呢 也是个线性映射 比8 是CAB 是定义在AB上 一切连续函数 所成的R上的向量空间 是连续的 现在呢 它这个规定了这个Sigma 是一个积分啊 是个积分 是定积分啊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定积分 连续函数的定积分呢 仍然是连续的 而且啊 大家看呢 这个核的定积分 是定积分的核 数乘的定积分 这个常数呢 也可以拿到外头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我们这样 用定积分来定义这个Sigma 那它也是一个线性映射 这是呢 这个书上呢 给我们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啊 大家回去呢 对照的这个定义呢 把它具体的去写一些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线性映射的 一些基本性质啊 首先呢 这个我们 我不知道这个 大家有多少位同学 有这样的感觉啊 你看 你不是这第一条是个加 第二条是个竖乘 这两条合起来啊 我们在这个子空间里边呢 合成一条了 在同购里边 我们也合成一条了 那么在这个线性变换里头 能不能也合成一条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它和这个是等价的 就是啊 我说我们以后的习惯啊 我们把它呢 就写成还用 用我们书上写的形式 用Sigma来表示啊 把F换成Sigma 这是定义里边的第一条 第二条是Sigma A克C 等于A乘上Sigma克C 而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二条 那我能不能还让它和第三条等价啊 那么对调的重过那会儿的第三条 那它就应该是Sigma A克C 加上BETA 就等于Sigma 就等于A乘上Sigma克C 加上B乘上SigmaETA 说这个两条啊 能不能呢 把它还化成这一条 说我们仍然是可以的啊 这个证明呢 都和原来的差不多的 我们来看呢 我要由这个 我们先来看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就是由这个一 二 来推三 那么推三的时候呢 我们先我把A克C和BETA 我把它看成是一个项量 A克C是一个 BETA是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利用一下这个性质一 它就等于Sigma A克C 加上Sigma BETA 然后呢 再令一下性质二 那Sigma A克C 就是A乘Sigma克C Sigma BETA 就是B乘上Sigma A 所以呢 这个推过来 这个显然是对的 那么往回翻呢 往回翻呢 那么要推第一的时候啊 那我们就取 A和B都等于一 那推二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取B等于零 大家看 第一个 取A和B都等于一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克C加A 这个是一一一 这就是Sigma 克C加Sigma A 那第二的时候看 B等于零 这就剩A克C 这B等于零 就剩这一项 所以呢 你看 这个一二 也可以变成第三条 说不仅和我们 同构里边的 那个形式上是一样的 它的证明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有这个东西 我就顺便 都得到了另外一个性质 就是啊 那Sigma零啊 它等于零 就是Sigma零等于零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太显然了啊 在我在这二里头 我只要取A等于零 就可以了啊 大家看呢 我取A等于零的时候啊 看这个啊 A等于零 那这就是Sigma零了 A等于零的时候呢 这边呢 就成了零了啊 于是呢 这个Sigma零就等于零 而不仅如此 说我们这个Sigma 负阿尔法啊 还能不能等于负的Sigma 阿尔法呢 啊 那么这个啊 也是明显的是对的啊 为什么对呢 你看 我只要在这里边呢 取A等于负一就够了 A等于负一 负一乘可C 就是负 呃 负一乘上 哦 咱们换个字母吧 把这个呢 换成可C 啊 那么这个呢 负一乘可C 就是负可C 这是A是负一 负一乘C 就是负的Sigma可C 啊 那么这个也仍然对的 啊 大家看呢 这个性质啊 和我们的那个 呃 同购那会儿啊 这个越来越像啊 啊 同购那会儿 也有这两个 啊 那这同购那会儿 还有一个这个呢 啊 就是Sigma A1 阿尔法1 一直加到 AN 阿尔法N 啊 就等于 A1 Sigma 阿尔法1 一直加到 A1 Sigma 阿尔法N 啊 就是说呢 线性组合的 这个像 是像的 线性组合 那会儿也有 那么这会儿还有没有呢 这会儿也仍然有 啊 它的证明呢 你就和同购那会儿 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利用它 就一个一个往外拿啊 一个一个把它拿出去 如果大家 现在不知道的话呢 你就回去 看一看我们同购那会儿的证明 和证明啊 它一模一样 啊 那我们那会儿还有一个这个 啊 就说呢 如果阿尔法1 到阿尔法N 是线性相关的 啊 它的冲要条件 是 Sigma 阿尔法1 到 Sigma 阿尔法N 也是线性相关的 还有这个 啊 那么非常遗憾 这个性质没有了 所以我们呀 因为这个Sigma 这个线性映射呀 它没有同购映射的性质好 因为那是一一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呢 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一的 啊 那么这个性质呢 就没有了 呃 这个性质 这个性质我们来看呢 它为什么没有啊 这个我们知道啊 它有 它有一半 哪一半呢 就这一半有 啊 这一半有 就是如果阿尔法1 到阿尔法N 是线性相关的 它线性相关的时候啊 那我们能够推出来的 就是 它们像 也是线性相关的 啊 那么这个推导呢 也非常容易 和原来一样的 就是说呢 A1 阿尔法1 一直加到 AN 阿尔法N 如果等于0的话 我两边作用一个Sigma 作用Sigma以后呢 再用这个式子啊 在这个式子 我们就知道呢 是A1 Sigma 阿尔法1 一直加到 AN Sigma 阿尔法N 是等于0的 好 然后呢 你看 这个呢 是如果 阿尔法1 到阿尔法N 线性相关 我就可以把它们呢 这些系数啊 启动不全为0 于是这边的系数 就也不全为0 也不全为0的时候 就表明了 这些东西呢 是线性相关的 好 那哪半不行了呢 就是翻回去 这半不对了 就是说呢 如果这些像 是线性相关的 那么阿尔法1 到阿尔法N呢 它可成不了 线性相关了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它往回推呢 回不去了 你们这个 大家呢 可以借这个 对照的同构 那会儿呢 看一看 它这个推理过程 那不行了 说推理过程不行了 那我们能不能 举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说是这边是相关 但是这边呢 它是无关的 这个可不可以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只要取一个特殊的映射 比如说零映射 零映射呢 我取一个阿尔法 不等于0 零映射呢 是塞格马阿尔法 它等于0 你看呢 塞格马阿尔法 要等于0的话呢 我们说一个 单独一个零向量 就线性相关 单独一个非零向量 线性无关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 这边是线性相关 但这边线性无关的例子 所以这个呢 回不去了 就由此呢 我们可以啊 看得出来 这个给我们的条件呢 如果少一点 这个结论呢 就有一般来说呢 就会有变化 另外大家注意呢 这个 在这个线性映射里头啊 一个元素 它的原相 可能有很多个啊 在同构那会呢 因为是一一映射 它的原相呢 就只有一个 那我们呢 在这个线性映射里边 因为它不是一一的了 所以原相呢 就可能有很多啊 比如说 我们在零映射里头啊 在零映射里头 说所有的 Sigma Alpha 它都等于零啊 比如是V到W里头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啊 这个 这个W里头 这个零 它原相啊 其实就是所有的V 原相就是所有的V V里边所有的这个向量 都是它的原相 好 现在呢 我们给出另外一个定义啊 如果呢 Sigma 是V到W的 一个线性映射 Sigma是V到W的线性映射 然后呢 这个V'啊 是V的一个线性映射 我们来定义一个SigmaV'啊 大家看啊 这是一个V 这是一个W 这有一个映射 是Sigma 是V到W的一个映射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 说我在这里边呢 就随便的找一个 V的线性映射 是V'啊 那么V'呢 它这里边就有好多的元素 那么这些所有的元素的像 我都给它取过来啊 这所有的元素像 都给它取过来 那么到这边以后呢 那这也是做成一个集合 那么这个集合呢 我就把它叫做SigmaV' V'啊 大家看呢 这个SigmaV'啊 这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啊 我就把这个V'里边的所有的元素啊 都给它作用过去 就是所有的SigmaC' 当这个C'呢 当这个C'呢 是属于V'的时候 就这个 大家注意 就是把这个V'当中 所有的向量 它们的像 我都把它放在一块 都把它放在一块 这是SigmaV' 那么我再来一个 如果W'它是W的子极 它是W的子极 那我们这个SigmaV' 大家注意 可不是说呢 它是有V映射啊 它V的含义 就是说 所有的那样的可C' 什么样的呢 就是啊 经过Sigma作用以后呢 它是在W里头的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可C' 我把它放在一块 就叫做SigmaV'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啊 我们画一个图来表示一下 比如说呢 我这是那个V 这是那个W 我这里边呢 找到一个是W' 这一个作用是Sigma 现在我就看这里边的元素 这里边的元素 它就有 可能有原相 也可能没有啊 那么这个原相 也可能有好多啊 可能若干点 有好多个原相 还有可能若干点 根本就没有原相 都不管它啊 有原相 我就把这个东西都取出来 如果有的 可能有好多的 不管它 只要有的原相 我都给取一块 那没有的 没有的就算了 那么原相都取出来以后呢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集合 啊 那么这个集合 我就把它呢定义成是 Sigma Ni W' 啊 我们书上呢 没有这个记号 那么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这么一个记号啊 就说呢 我把这个W' 里边的所有元素 只要它有的那个原相啊 不管是没有的 还是有多个的都没有关系 我都通通的呢 都把它取出来啊 那么这个呢 做成一个SigmaNi W' 这个就叫做 这个呢 这个叫做V'的像 这个叫做W'的原相 哎 这是我们把呢 原来是一个向量的像和原相的概念呢 做了一个推广 啊 那么我们给出这样两个记号以后啊 那我们就能够这样的 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啊 好 这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V' 是V的子空间 那么 SigmaV' 因为这是在W里头了啊 所以它就是W的子空间 哎 同样的 如果W' 是W的子空间 啊 那么 SigmaNi W' 啊 它就是V的子空间 我们来分别呢 来证明一下这两个结论啊 第一个 啊 如果呢 V' 是V的子空间 啊 V' 是V的子空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随便取 α和β 属于V' 那么 Aα 加上Bβ AB是任意的数 都属于V'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呢 是要证明啊 SigmaV' 是W的子空间 啊 SigmaV' 是W子空间 那么其实就是要证明什么呢 我们把目标呢 写在这儿 目标呢 就是要证明啊 对于任何的可C Ata 属于SigmaV' 啊 我们来证明 Sigma 可C 嗯 A乘上Sigma可C 加上B乘上SigmaAta 啊 这个东西呢 也属于SigmaV' 啊 我们来证明这么一件事 啊 证明这个东西呢 呃 那我们就来看啊 说如果 可C 哦 对不对啊 好 根据这定义这种形式啊 它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说 A可C 加上B' 属于SigmaV'啊 就是这里边呢 认给两个项量 它的线性组合呢 都仍在 仍然在这个集合里头 那它就成了子空间了 啊 这是我们子空间的这个定义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就要证明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那我们来看啊 因为可C和Ata呢 是属于SigmaV'的 属于SigmaV'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有这个东西啊 有这个 哎 那我们来看呢 对于 啊 我们来换两个字母啊 啊 Alpha和Beta 这是AAlpha加BBeta啊 换两个字母 因为我们这里边用可C了 好 那么来看呢 说Alpha和Beta要是在这里边啊 那么根据定义 那么我就能够啊 找到啊 因为它这个SigmaV'里边的东西都这样啊 所以我就能够找到一个可C和Ata 使得你看Alpha能够表示成这种形式 是SigmaC 那Beta也是在这里操的 也能表示成这种形式 比如说它是SigmaAta啊 就是我对于这两个Alpha和Beta来说 我一定能够找到一可C和Ata啊 使得呢 这件事是对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说这个AAlpha加上BBeta 这是谁呢 那就是A乘上SigmaC 加上B乘上SigmaAta 根据刚才的这个两项和一项的这个性质啊 它就是SigmaA加C加上Beta 好 大家看呢 因为V'是个子空间 V'是子空间 那么这个可C和Ata呢 都属于V' 所以它们的线性组合呢 也属于V' 它们的线性组合属于V' 那再 这个看成一个整体了啊 它属于V' 那再作用一个Sigma呢 那它就是不是不就成了Sigma这种形式了吗 所以它就属于SigmaV' 这样的话呢 这个V是子空间的话 那么它的像也是个子空间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所以如果W啊 W' 是W的子空间 我们来证明呢 这个SigmaNe W' 它是这个V的子空间 在证明这个的时候呢 那和刚才啊 这个证明方法呢 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 对于这个SigmaNe W' 来说啊 那我们现在是要 随便取两个 一个是Alpha 一个是Beta 如果呢 它属于SigmaNe W' 我们现在的目标 就是要推 AAlpha 加上BBeta 属于W' 属于SigmaNe W' 我们要证明这么一件事 好 现在呢 我们来根据啊 这个SigmaNe W' 的定义啊 我们看 说SigmaNe W' 的定义呢 这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边的啊 就这个集合里边的 这个元素 就这个向量 我一旦给作用Sigma 它都在W里头 就这么含义 那那么 也就是说呢 我们给它一个SigmaAlpha 那它呢 一定是在W里头 那它也在这里头呢 它也是在SigmaNe W' 里头呢 于是我给它 一作用一个Sigma 它呢 就又 也跑到W里头去了 那么 这是已知条件 现在我要证明的是 这个东西 作用一个Sigma 就是Sigma AAlpha 加上BBeta 我其实要证明的呀 是它属于W 这个东西 如果属于W 那它就属于SigmaNe W了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 怎么来达到呢 那就是 我要把它展开 变成A SigmaAlpha 加上B 加上B SigmaBeta 那么我们来看呢 说这个 刚才已知的是SigmaAlpha 属于W啊 这个已知的SigmaBeta 也属于W 然后呢 我们又知道呢 这个 哦 抱歉 这是W' W' 这个所有的地方 都是W' 那么现在呢 已知条件呢 又W' 是个 这个 止空间 那么这两个 都在W' 里头 W' 又是止空间 那么 这个的线性组合呢 就也属于W' 于是呢 这个SigmaNe W' 也是V的止空间 那么 我们来看 这两个结论的证明啊 都有些绕啊 用了些Sigma 如果呢 你证明呢 这个不会 也没有太大关系 但我们结论呢 要掌握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止空间的像 是止空间 这个止空间的原像 也是止空间 那么 就是这个线性变换 给我们的好处 就是说 我在这边 是止空间的时候 到了这边 还是个止空间 那么 在这边 是止空间的时候呢 我把它翻回来 翻回来以后呢 它仍然 还是个止空间 这就是 这个线性变换的好处 好 现在呢 我们再 给个记号 刚才呢 我们给出了 SigmaV'的含义了 那么 如果我这个 V'就是那个V 就是这个非常平凡的 这个止空间 如果V'呢 就等于V的话 那么 于是我们这个记号 就成了SigmaV了 就这就是SigmaV 说SigmaV是谁呢 我就把它 记成 I M Sigma I M Sigma 这什么意思呢 I M就是像 就是像的集合 取前两个字母 这是SigmaV 就表示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在SigmaV W'里头 我取的一个W' 也比较特殊 W'是谁呢 W'就是那0 就只有一个0 它也做成一个止空间 它也做成一个止空间 那我们就把SigmaV 只有一个0元素的这个东西 因为它也是个止空间 我们把它呢 就叫做Sigma的核 这是Sigma的下 这是Sigma的核 这是它的英文单词 起前面三个字母 这是它的核 就是0的那个原相 好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V 这是一个W 那么现在呢 我把所有的这个V的相啊 我都给它放到这来 大家看 我都给放这边来 放这边来以后呢 它可能这个集中一下 可能就是这一块 就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呢 就叫做那个Sigma的这个相 那核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核就是这边止起一个点 这一点当然在这里头啊 我们为了 咱们给它换个颜色看看啊 那么这个0啊 肯定是在那个相里头的啊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对于这个0点 这个0点呢 它就往回翻 往回翻呢 可能有好多个 可能有好多个点 那么这些点 做成一个向量空间 这个向量空间呢 它就是 就这个向量空间呢 它就是一个 就叫做这个的核 整个这个向量空间 V的这个相级 就是Sigma的相 那么0翻回去以后呢 这个就叫做Sigma的核 那么 在同度映射之下啊 在同度映射的时候呢 那我们知道啊 就这个 就这个向啊 肯定充满了这个W 就这个 如果Sigma是同构的 就是它是一一的 加一个条件一一的 那它肯定是这个W 这个V的向是W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满嘛 就是这个向呢 一定要充满了这个W 这是这个满这一部分 而且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那个核啊 这个这个核 我看咱们书上 有没有加这个括号啊 咱们书上都有 现在呢 是有 有些书上有括号 有些书上呢 是没有括号啊 我们跟咱们书上统一一下 都加上括号 那么这个核 如果是同构的话 这个核其实呢 也就只有一个零 也就是这个零啊 就这个零 它的原相啊 就只有一个零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个单摄嘛 在单摄的话呢 那么就说这个原相呢 一定是唯一的 那我们知道零的相 肯定是零啊 所以它原相呢 就只有一个 所以呢 就是在重构的映射之下 我们有就有这样两个性质 那么这样两个性质啊 那我在我们的一般的线性变换里头呢 它可能就没有了 对吧 那么这两个东西在我们这里边呢 占的地位是什么呢 那我们呢 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这节课呢 讲不完他们的应用了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接着再来讲 这个一个线性变换 它的相 还有它的核 在我们的映射里边呢 起来是什么作用 好 这节课呢 这节课呢